俄罗斯一架科机5号从莫斯科卸列梅杰沃机场起飞之后起火 飞机随后返航并且在机场迫降 据俄罗斯24频道援引俄侦察委员会消息的报道 这起事故已经造成至少41人遇难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架飞机在落地时冒出滚滚黑烟 火焰和浓烟几乎已经完全覆盖了飞机的后半部分 所过之处在机场草坪上留下一串燃烧的火焰 有消息人士对俄罗斯媒体称 着陆时飞机左侧机翼已剧烈燃烧 一些乘客在飞机上载滑行时就从机舱跳出 视频显示在飞机停稳后机身后部迅速被火焰吞没 机身前部两侧有逃生滑梯展开 部分乘客逃离火场 据报道这架苏货1超级100型客机 当地时间5号17点50分 从莫斯科系列眉睫沃机场起飞 前往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摩尔曼斯克 机上共有78人 包括73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飞机刚起飞后不久就起火 飞行员向机场地面空管人员请求迫降 飞机于18点40分左右迫降在机场跑道上 事发后 莫斯科系列眉睫沃机场一度关闭 目前处于限流模式运行 机场仅保留一条跑道供飞机起降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 向部分系列眉睫沃机场的航班开放 解决妩 剩 response з杨 Avatar 机场地口 お疚なadel